道路不管上下班時間還是週末假日 高雄鳳山路段交流道 車流量超大 車子排隊下 交流道被迫開到路間塞爆了 沒想到卻發生 車主竟然收到交通罰單 說他違規行駛路間 重罰4000元 氣到大罵 20年每天排隊下巴巴交流道 這次排出罰單4000元 政府很缺錢嗎 乾脆去搶好了 請問警察塞車要怎麼下 交流道真的是怕死人 我也被拍過一次 大家一整排 每一個人都排 都被排 然後罰4000塊錢 排隊下交流道排到路間 還不少人都被罰 網友也看不下去 留言一面倒炮轟 巴巴快速道路 鳳山交流道 常常上下班塞1公里 這樣被檢舉 氣炸一堆車主 請遠景示範怎麼下巴巴 道路設計根本就有問題 確認達違規事實後 依法舉發 收過罰單的民眾 不少單可以提出申訴 警方將根據影響判斷 如果真的是排隊下交流道 就可以撤銷罰單 也會發函公路總局 適度開放路間 不讓民眾排隊下交流道 還要被開罰4000元引爆民怨 記得說明成王書和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